九十到一百岁七一这年 其实我们后几个阶段 这个年龄没有区分的很明确 第一是我们还没有活到那个时候 还不敢太讲那种话 第二是古人留下来的 也不多 你看就像孔圣人留下来 那这个可以作为引荐 千古圣人历久不衰 那么从小的时候 还很有个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看在眼里怎么过的 那变化很大 而后十五有之于学 三十二历四十不过 五十之天命六十二耳顺 七十从心所以不预局 我们从六十二顺还没有说 也就是这个时候 什么都能接受 不光是耳朵 其他的也能接受 这是一个带上能听得进 不过更多的一般都是 对上不值钱的嘴 然后你这个金贵的耳朵受不了 所以我们才能显出一个人没有白活 你知道他这个胸怀有多大 心态足够好 才能听得进 老顽顾 越老又很难改变 但是我活得明白 没白活 那你就盖耳顺 这是圣人自我要求 应该达到的 而后其实从心所谓不预局呢 就是我不管做什么 得到付出实践了 那都能不违反规矩 什么规矩 人间的 人道的规矩 那没有说天道 你可能看不到 有些东西 也不知道 有没有注意到 那甚至触犯了天调 那个别情况 咱不说 当然这还是有规矩的一个词在 那更大的那叫自然 那叫道 不叫规矩 你会没有这层约束在 那才是真正的释放 那讲得更好的 当然是老子 他把天道 人道 所有的道 当然 你可以讲 他是最大的天道 可以境界好像更高一点 而后孔子只活了七十多 后面八十九十 怎么怎么样 就没有太说了 那我们借这个名词来 简单诉说了一下 你看这个七一 就是我期待 一样天年 都用一个期待 已经不敢想象了 能不能养天娘 这就是 最后靠运气 那运气哪来的呢 就是你早年 积累下来的 因为这时候身体也摔了 甚至脑袋都不开窍了 呆板了 木花了 所以说 就如果早年 你有好的儿孙 那你教育出来 福报大 有人赡养你 如果没有学生徒弟 也勉强 再没有 更要拼运气了 看国家有没有帮忙 那国家这个大碍是 更是无私的 那你碰到了 他用你 不然 你生活 甚至都不能 完全自理 半自理 一点都不能 都说不定 这个时候 所以说你 活得越老越好 没有被定 所以 说 子余养儿亲不带 你说 孩子怎么怎么样 也不尽然 因为 他们有他们的事 那现在医学呢 有这么麻烦 更是如此 给人折腾的 不成样子 所以 你这个 花了钱 受了罪了 去不了根 就 能自己 调养好身体 当然更好了 你前面都不注意 你到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我们后面再说 什么呢 就 我 我